賴清德的洗敵人心是說 從摧毀 從切割中華文化開始 任何認同中華文化的人 是不是未來會被成為 辦的對象 你說那個 玩黑悟空的玩家 是不是被認為說 是在協助中共統戰 是不是我們未來賴清德 要把中華文化跟台灣文化 對立起來 中華文化是外國文化 我們台灣文化是台灣文化 所以任何認同中華文化的人 都是為匪 為敵宣傳 我們沒能在地協力者 玩悟空的人就是在地協力者 你不要以為這個是 看起來很好笑 當他一一落實的時候 用國安法 武法 用反身頭髮辦你們的時候 那就不好笑了 那就是非常恐怖了 他重建社會 他要起敵人心 所以中華文化變成他們的敵人 那真的是非常荒謬 非常非常可惡 但是也非常可怕 國安局最近說的 認同中華文化 是一種中國對台灣的滲透 包括他們最近 嚴加的批判 抵制黑悟空 黑神話悟空 最近我每天大概實況 給我們的觀眾朋友看 然後 他恭喜 他說 黑神話悟空 就是吹出來 就是中國媒體 中國政府配合出來的這樣子 我說你到底有沒有一點嘗試啊 你知道在Steam上面賣了2000萬套 2000萬套 他說90%中國人買的 其實已經不只大概88% 好就在10%好 200萬套的3A大座 那是何等恐怖 近年來也幾乎沒有什麼這種量級的 對 然後更好笑的地方是什麼呢 更好笑的地方 他們在那邊講說 哎呀 這個 我每次講一次 就是黃偉直的弟弟啊 最近這年 舒子瑜在那邊說 哎呦 任天堂 會因為一個大座 就在那邊沾沾自喜嗎 拜託 任天堂沒有出3A大座 任天堂出的是Switch好不好 那基本常識也是補充一下 其實民進黨就這樣啦 就是禁用這種認知狀態 然後你看 编了11億的 房價預算90%幾 給率沒用 真可悲 全部都是要發包給率沒用 就非常可悲的事情 雖然這個宣傳預算增加6成 都是要給率沒用的 所以我說那個易秀 管中銘校長認為說 國安局這個報告 是不是假新聞 我要跟管校長報告 絕對不是假新聞 而且我擔心 這個只是前奏曲 序曲 這個也許未來 我們兩個還會討論很多次 就是賴清德的洗敵人心 是說 從摧毀 從切割中華文化開始 任何認同中華文化人是不是未來會被成為 來做切割 是不是我們未來賴清德 要把中華文化跟台灣文化對立起來 就是中華文化是外國文化 我們台灣文化是台灣文化 所以任何認同中華文化的人都是 就是衛匪 衛敵宣傳 任何這個 他還講抗戰也不行 討論抗戰 就是接受統戰 然後這個 這個什麼 悟空這些 這些文化輸出 就是在協助 他們統戰 我們沒能在地協力者 玩悟空的人 就是在地協力者 那我現在問你 那我們到行天宮拜拜 去拜官公的 這些信眾是不是也是在 為敵宣傳中華文化 這個其實都很荒謬的 所以觀眾以為是假新聞 可是實際上 這個不只是假新聞 這已經是變成真的了 所以我是覺得 接下來這個是未來的重點 所以我才一直 大聲幾呼 藍白不能夠被拆散 如果沒有國會多數 我覺得這些事情都會一一落實 你不要以為這個是 看起來很好笑 當它一一落實的時候 用國安法 武法 用反身頭髮辦你們的時候 那就不好笑了 那就是非常恐怖了 它重建社會 它要起敵人心 沒錯 所以中華文化變成他們的敵人 對 那真的是非常荒謬 非常非常可惡 但是也非常可怕 我給大家看一個東西很有趣 來導播我們帶一下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你看他們還照這種謠 叫什麼 台灣人的祖先確定是平埔族 2000到6000年前來自漢化前的福建 我給他們把它切割了 漢化前 我跟大家講 這個很有意思 獨派到現在 始終沒辦法面對一個問題 漢化的基底是什麼 交流通婚 對 文化同化 對 所以是怎樣 兩群人然後 互相隔絕文化就會交流了嗎 為什麼台灣人到現在英文學得很爛 其實很大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外國人來台灣居住混血的比例 其實是很低的 非常的低啊 所以當然就很難產生文化的混同 就是這個樣 就這麼簡單嘛 除非你像新加坡 用特殊國情的方式 強硬 強硬蓋下去 對 這是很困難 所以他們更何況 遠古時代的文化交流 基本就是透過通婚混居的方式 來進行推展 混居必然導致血緣融合 那你可以了解到就是說這些獨派的理論之荒謬跟可笑 而且他說中華民族是一個遠古傳說他很好笑 他都沒有在看近幾年的研究 近幾年的研究透過男性歪染色體的追蹤 漢人男性的人數 這個來自一個很小撮的族群 其實整個人類都曾經有過只有三千人 而且維持了十幾萬年 這些研究他們大概都不更新吧 因為我這個人很無聊 我就喜歡看這個 看各種古生物學的東西 然後 而且再跟大家報告 貫穿整個中國 包括到台灣還有華人裡面 男性的歪染色體呈現高度的一致 高度一致 高度一致性 也就是他那個託肯 為什麼 因為看人是農業民族 農業民族的託肯就是帶來什麼 就是移民跟殖民 這最明顯就是周公嘛 周公彈怎麼搞 怎麼搞定商朝 武裝移民嗎 這個這台獨大佬杜正盛寫的啊 對不對 周公彈的武裝移民 這個目前還是被奉為 這個上古史研究的歸孽啊 對 這個 杜正盛寫研究周上古史成為 國家院士的 權威 的權威嘛 對吧 那 裡面不就長這樣 那請問他移民到那裡 他不會跟當地人通婚啊 不會娶當地女子啊 這是什麼跟什麼嗎 就是說 這些腦袋也很奇怪啦 就是要學術沒學術的內涵 要論戰沒論戰的能力 一向就是靠群序輸出 跟鼓動輕鳥仔在那邊搞出征 最近周明軒去成都又被出征啊 他又被出征啊 他去成都被出征 他去哪裡都可以被出征 他去成都只是去轉機去逛一下 也被出征這樣 然後他已經預判說一定會被三明治攻擊 我昨天幫他查了一下 真的三明治爆他新聞爆最多 這不是很可笑嗎 大家覺得交流是個常態 就是這些人的這種卑劣的程度啊 就是你看他看到美國人他下跪 然後下跪跪了半天呢 他在那邊痛斥說 你怎麼可以說出我被下跪的事實 我沒有下跪啊 繼續跪 然後他一邊罵罵咧咧的說 你怎麼可以說我下跪 你再侮辱我 結果已經趴在地板上了 已經在舔那個美國人腳趾頭了 就這樣 就是這種 他完全沒有自己的記憶 更加人驚訝是 他們連俄羅斯人他們都下跪 已經被制裁了 擺著去下跪 真的很好笑啊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可悲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對於這一些 這一些人 沒關係我跟大家講啊 是歷史上是這樣子的啊 人類天生帶有追求真三美的那邊屬性 人類有求真的慾望嘛 所以你看好多各種宗教民族傳說 原始傳說就一個吧 就是好奇心啊 各種好奇心各種搞事嘛 最有名的基督教的傳說裡面 打開 潘朵拉的魔盒 就是好奇心叫求真嘛 好奇心就想知道真相嘛 知道真相 有真相就會怎樣 想要把它做好 就求善嘛 那有了善跟真 自然而然就會帶來美嘛 美才是最能感動人的事物 所以 諾天地之大 獨怅然而淚下 就是你看到這種大的美會感動 所以民進黨是一個很無聊的政黨 他們現在只剩下攻擊 只剩下那種死血的那種 透過貶低人 透過嘲笑透過攻擊透過撕裂 但問題他就越走越窄嘛 所以他看起來知識度好像還有 可是你會發現 你掌握這麼大的國家資源 每年投了這麼多的錢 在做大內宣大外宣 結果最好笑你比不過一個黑悟空 被黑悟空打趴在地上 你所有罵黑悟空的事情 玩家通通吃自己鼻 而且反而更讓人家討厭你民進黨 就是你民進黨 你好煩喔 你們好無聊 玩個黑悟空展啦 連玩黑悟空都有意見 我覺得太無聊了吧 去逛個程度又展啦 而且沒自信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敷衍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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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